各位 加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在庆祝常年期第24祖日 在这个第24祖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墨西亚 耶稣 祂一个预言 祂的一个受难 而在教导我们的 是要如何知道祂 这个痛苦的一个重要性 这也是我们要学习 在今天的读经音 我们看到一三一样先知说 所说的 祂要受鞭打 侮辱 破污 诬告等苦难 这一切都预言了 但祂没有转过祂的眼 祂也没有遮起来 勇敢的面对 就是 伊撒亚对墨西亚的这段预言呢 我们可以说 证实了在今天的 《马尔古福音》我们也所读到的 而当我们可以说 博多路回答了 说祂是墨西亚 就是祂 耶稣是墨西亚 这郑重的祖父呢 我们可以说 耶稣的一个 救世主的一个地位 相反的 我们可以知道说 祂 这个墨西亚呢 我们可以说是 一个很重大的职位 在当下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墨西亚对我们来讲 一个救世主 就很像 我们想象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但是好像跟耶稣有点 不太一样吧 耶稣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人呢 农村出生的这个 这个是谁啊 这个只会做木工 这个是 跟这个好像想象的不太一样 说 墨西亚怎么会是一个 只有一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欸 我们人所看到的 可以说 所想的 有时候呢 要知道说 可能是不对的 而我们也知道说 耶稣呢 他也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也预言了 他将受了许多苦 被长老了 施地长 金师啊 七绝杀害 但第三天要复活 但我们可以说是 伯德鲁他转身了 向耶稣说 哦 这是这个事情 不 这个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他还骂他 可是耶稣马上回答的是 撒旦退到我们后面去 退到我们后面去 或是离开我们 因为什么 这个 牺牲奉献 这个是一个天主的旨意 而 我们不应该用人性去看待 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会想说 我们 希望一生平安 一生快乐 一生顺遂 有的人 一生 痛苦 很多 有的人 医生 可能 你看起来 外表是平安顺遂 但是 我们可以说是 罗民当然也不太清楚 但不管怎么样 人一定要经过 最后的一个审判 而 我们可以知道说 只要做天主的事 背着那个十字架跟随他 我们可以 我们就可以 承行他的旨意 而 在善言祈祷 那句话我们也常常读到 父啊 如果你愿意 请给我免去这杯 但不要随我的意愿 我们的祈祷一定要这样 每一天的祈祷 都要这样 最好是每天早上如果 进不起来的话 你不是喝一杯咖啡 喝一杯苦绝 也去这一杯 哎 父啊 我不要喝这一杯咖啡 我要喝红酒 哇 比较好 好喝 不是 我们要喝这个痛苦的杯 痛苦的 喝那个苦 如果要试试看可以啦 每天早上起来 你喝 你 虽然那个是养生 但是 可以是喝一杯苦茶 或是喝苦茶油 喝苦 才不会自己胡思乱想 有时候 我们越痛苦 我们才会不会 什么 我们不会胡思乱想 最痛苦呢 不是祸 是一个福啊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们常常在这个哲学上啊 华人的社会当中 常常也有些谚语上啊 也有说到 我们有读到 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常常忘记这句话 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而最重要在哲学上 我们也看到 读到的 孟子说 天将降到任于私人远 天要跟你什么大任 去哪里 去天堂啊 这么简单 对不对 去天堂 还是带人家去天堂 带人家去天堂 带人家去天堂 毕竟苦其心智 饶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等等的 然后乱其所为 所以 动心本性 真意其所为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要帮助别人上天堂 我们自己也要上天堂 就要想这样 对不对 我们 有人 愿意这样做 第一个做的就是耶稣 就是我们的天主 我们可以知道 读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读之后 我们看到说 对我们每天都在读 但是我们要做 要做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不是一个死掉的性格 死掉的性格 死掉的性格 就很像 诶 我们每天的一个生活啊 诶 我今天 我不能说我今天祈祷 然后明天不祈祷 我今天吃 吃到饱 明天 因为没钱了 我只有吃饭头一颗 我不能说我没有手摘啊 我不是说这种 然后让自己 这个生活也是 因为我的祈祷 应该是一个 你也知道今天吃大餐 明天肚子饿 然后隔天又吃大餐 过不久什么 上天堂 或是下地狱 不知道 对不对 身体都会这样 那你的灵魂呢 对啊 灵魂今天祈祷 明天会祈祷 哎呀 明天 明天我不要管天主 我上个礼拜来教堂 下个礼拜我不爽 然后我要走了 我要去那地方 这个 对灵魂有什么益处 死的性格 对啊 这就像人家外面喊啊 外面不是告诉 现在比较少了 不是以前台湾天 那个耶稣是爱啊 天主是爱啊 爱啊爱啊爱 爱去哪里 没有做出来 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出来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的一个性格当中 我们要知道什么 我愿意追随耶稣基督 遭遇这一切的痛苦 我们 在若加福音我们言之道 谁若愿意跟随我 我们的哲学上也有这一句话 不衡其得 或成其修 不衡其得 或成其修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宗教要坚持到底 才会受到这个得救 所以 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呢 会在未来的每一天 我们会受到考验 但是你们要像 格林哥前书 十五中书长 你们要坚定不移 在主的工程上 该时常发奋勉励 因为我们是什么 在西伯来人书三章四十七 我们已成了有分于基督的人 分于基督的人 只要我们保存着 起初怀有的信心 坚定不移 直到最后 我们最有的信念 我们要每天努力 往前 所以 我们可以开始 今天就练习 对啊 每天都可以练习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 我要行爱德 比如说我今天很想生气 那 我要想到 如果我少一个生气 比如说今天 跟妈妈吵架了 或是跟谁吵架了 如果我不要生气 我把这个气 气氛压下来 我把这个奉献给 一个灵魂的得救 搞不好一个灵魂就得救 我们不知道 今天 我想要做一件坏事情 唉 我有那个用过 不行 我不能做 我为了天主 我为了我的灵魂 我为了其他的灵魂 我奉献给你 所以从每件小事情 我们就得开始做 对啊 就像孙父以前也常常强调 这个圣女祥德来他所做 他说 甚至可能 做一件小事情 就是 你地上捡起一个垃圾 比如说那不是你丢的吗 不是你丢的 你也要看到一只 什么 捡起来 天主我做这个动作 我愿意奉献给灵魂的得救 我愿意去做什么 一个小小的事情 或是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我心里有感到委屈 或感到痛苦的时候 我愿意把这一切 奉献给灵魂 再背着他 像他那样背着十字架 这个我们可以 我们都会常常想说 我们做不到 但是 我们没有去试 我们没有每一天的循训渐进的 不是断断续续的去做 我们 有事过 我们要试试他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祈求 圣伙玛丽亚们 这为了日子 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 效果他 不单是在 耶稣的十字架下 也是陪着耶稣 背着这个十字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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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